05届超女的现状,第一个担着,第二个离了,而她却过得比谁都幸福。 说到超女这个选秀节目,真的是捧红了不少明星,这么多届的超女,也就05年的超女人气最高,成为一线明星的也有不少。 作为2005年的超女冠军李宇春,现在的人气丝毫不减当年,从初到到现在,她的风格一直没有变过,打扮穿着中性的她,看上去十分的秀气,和她一届的周比唱,一改以往的风格,现在慢慢的开始有女人味了,黄李宇春还是一如既往的中性风。 而李宇春至今还是单身,没有传出任何的感情消息。 第二位就要说到张静颖了,在演唱会上逼婚冯科,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知道结婚的时候,都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,如今却在婚姻上摔了一脚,剪了短发,是要和这段感情宣布告别了。 其实和张静颖遭遇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位,她就是和杰,感情一直很甜蜜的和杰和贺子明,在节目中十分的恩爱,和杰给贺子明生了一女,却在女儿出生不久的时候,他们宣布了离婚的消息,真的是让网友们傻眼了。 然而,第三位的金米佳并没有李宇春,张静颖的名气高,可她却是超女中国的最幸福的,如今她已改名,不叫金米佳而是季丹迪,她也整了容,一副网红气息的锥子脸,当初的大饼脸已经不见,如今的她很幸福,有了自己的家庭。 相比李宇春的单身,张静颖婚姻失败,而金米佳虽然改名整容过,却过得比谁都幸福。